好,那我就把這個做完了 來,各位請看 點到這一格 用上來做 注意,這三格是跳格的 所以呢,你這時候呢 建議你千萬不要用Sigma 因為Sigma,你還得一台範圍 一樣很麻煩 你用最近用過的Sum來做 它會打開功能表,對不對 第一欄,就把第一家點進來就好了 第二欄點一下,把第二家點進來 第三欄點一下,給第三家點進來 這樣會了 好,如果十家 最後要到十欄 它雖然有256欄讓你做 但是呢,我告訴你 你如果問題這樣 一家一欄,一個欄位,一個欄位 你這樣做的話呢 還有一個方法 請看,我把它刪掉 通通都在第一欄就好 通通都在第一欄 但是 記得 要用英文的窦點隔開 英文喔,中文不行喔 因為Excel是 Excel是美國人做的 Excel是外國人喔 所以請你用窦號 格開 窦號號 好 第二格點進來 再給它窦號 第三格再點進來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的話你 光是在第一欄 你就可以放 看要放多少個隨便 只要你用英文的窦號 格開就可以了 這樣會了齁 好,確定 出來了齁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到第二個 下一張 不是第二個 下一張工作表 Rodot 算什麼 成績 相成的意思齁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像這個有點都擠在一起齁 來,各位 等一下如果看到這種擠在一起的齁 你就乾脆把它選起來 把這幾類選起來 會選吧 滑鼠放在最下面齁 最下面 齁 然後呢 界線數點兩下 它就只能啪 就往下調整 再做一次 像這個是不是感覺都擠在一起 你就把這幾類選起來 齁 後面這些都是不用 把這幾類選起來 滑鼠放在你選到的這幾類的最下面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放好 出現雙向的箭口 點兩下手間 它就啪 就隔開了 它就把它調開了 這樣然後 了解嗎 等一下你們自己調一下 好 然後呢 我還沒有做 我先跟你講 相成的函數是數學函數 它被歸類在數學與三角函數裡面齁 記得齁 好 我先跟你講齁 等一下到這邊來找齁 好 它相成的棒圍在哪裡 是不是這兩個相成 好 來 我已經跟你講 你先試著做做看齁 來 然後呢 你把那個格子 把那個列先調大一點好不好 讓它自動調整 調大一點 要不然它感覺字跟字都擠在一起了 所以相成跟相加一樣 你看你要給它的是範圍 範圍 範圍 知道齁 它就把這幾格通通做相成 你給它三格的範圍 就三格相成 你給它四格的範圍 就四格相成 好 好 請 請看 點到了總業績這一格 它呢 是歸類在數學與三角函數裡面 點一下 找一下 PO檔 劈開頭的 在劈開頭的這邊 有沒有 好 你順便記一下 下面這個是誰 對 所以除也算是什麼 數學與三角函數 記住 所以下一張工作表需要用到的就到這邊 已經先跟你講了 好 來 擁用相成 然後呢 你看一下它幫我們選到的範圍 對不對 對 所以就不用再重選了 因為它已經幫我們選到了 來 OK 點兩下 總業績呢 第二底 注意看 中間隔了一個什麼 隔一個 哇 這邊是不是文字 對 放心 造選不務 反正它到時候會帶什麼 不是帶零 帶零的話就完蛋了 因為帶零的話出來答案就是零 五成零是不是零 對嘛 對 所以它到時候像那種文字的話 它就是略過去不管它而已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記得 照樣的可以直接選 用最近用過的 來注意看喔 這時候呢 它選到的範圍就一格對不對 所以是不對的把它刪掉 你呢照樣的把這三格選到 聽到嗎 中間雖然涵蓋了文字格 它頂多 它在計算的過程 它就略去不算而已 所以答案出來的還是OK的 這樣了解了 好 把它拉下來 看 到這裡了 請問 總計是用什麼函數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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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Sigma 都不可以 可以的 如果你懶得 一定要那個 你丟Sigma 它有沒有幫你選起來的 有 確認一下 虛線的方法就是你要的 按Enter就可以了 這樣懂了 那等一下呢 你在做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 可能遇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看到 71加06 你不要害怕 這是科學表示法 所以呢 你就把它拉開一點 按住這個界線 把它拉開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會了 OK 來 我們把螢幕好給各位 我們做到兩題 你呢至少 就做到兩題 你要繼續往下做也可以 你不用等我們 你就繼續往下做 好不好 因為往下做那一題 又有一些概念要很清楚的解釋一下 否則那一題 你們在做會有問題 所以我說你做到第二題就好 第三題就先提 因為第三題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要說明 是啞 稍後 方難以為 你會講這兩個 我想可以講到這題 可以講到你 你們在這位 有一個很重要的 則這應該是